受到疫情的影响 东华大学附设小学的日本交换生作业 今年暂停 而为了不间断国际的教育 东大富小推出了世界厨房的活动 设计九大国家的特色料理品尝活动内容 让小朋友们体验不同国家的饮食文化 东华富小推动国际教育有十年时间 今年受肺炎疫情影响 和日本的交换学生作业暂停 但校方不因此中断了国际教育推广 反而规划了世界厨房在富小活动 透过异国的美食品尝 让小朋友认识世界各国的饮食文化 富小一直在国际教育上面琢磨很多 那么今年我们又教育部的国际教育2.0 我们是教育部的任务学校 我们是希望 藉由我们过去在国际教育推动的基础扎根 把这个活动再延续下去 那有另外一个因素是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 我们跟日本的交流中断了 中断以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把这个课程 让孩子持续的接受到国际的文化 所以我们变中的方式改成这样子一个方式来让孩子来体验 人群教育里面有一个部分是孩子的歧视跟排斥 我们希望孩子们之间能够是彼此的互相接纳 彼此的尊重 不要对于新住民的孩子 不同国家文化的孩子 产生了一种歧视不尊重的感觉 所以我们让他这个方式来接触以后 让孩子能够认识以后 能够去接纳这些孩子 大家都是好同学好朋友 上课下课都玩在一起 世界厨房在傅小共安排了9个国家的料理品尝 并邀请到东华大学的外籍生 甚至于是学生家长 一起来分享各国的饮食特色 我们学校一直都很致力推动国际教育 那特别透过食欲 这个也是我们学校一直有在着力进行的一个食农教育 我们希望把食欲跟国际教育结合在一起 可以让小朋友他们对不同国家的文化特别有感觉 所以就是有这样一个构想 把世界各地的厨房带进富小 那也邀请我们跟东华大学合作 所以有一些东华大学外籍生 他们就把他们的家乡料理带来台湾 比较是一个分享家菜的概念 不是说什么大餐 但这些是他们平常日常生活随手可得的一些料理 所以从这些小吃料理家常菜 可以去看更深地感受到一个地方 一个国家的文化 世界厨房在富小第一场主题是越南美食 由东华大学的越南外籍生长厨 带来了越南春卷和凉拌薄饼皮 让小朋友们现场品尝 同时也分享了越南的民俗文化 充满异国风的午餐体验 就像是伪出国一样 让小朋友们透过美食 遨游世界 学徒会幻视报道